这是中国最大的连片森林 这是中国七分之一的天然湿地 这是世界最长的结江 这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 四十七万平方公里天地 是宝览山河的最大尺度 两千九百八十一公里边境线 南华中国陆地最北端与最东端 是丰富想象的极致客渡 大森林 大借江 大农田 大湖泊 大冰雪 大湿地 大草原 这里是大地为我们创造的宏大视角 极致于大 黑龙江 是谁 在塑造北国大地 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 八七 不在山顶 盘踞的山脉 只是山河一角 在这片比人海更汹涌的林海 山连山 令连灵 翻滚的红松 奔腾的大河 林地的风哨 原野里的生命 捕育众生 并被众生捕育 成为王者归来的林地 是独步世界的鹤像 做最大的候鸟迁徙一战 最迷人的风光 永远是月洞的生灵 空旷的草原 有空无一人的轩腾 而这里的轩腾 以火爆组成 火海 烧出五个燕色火 十四座火山中 眼眸深邃 洞悉万化之美 天天有人乘风霍浪 纵身跃入三面环碰的激流 是谁 在勾勒中国大地 黑龙江与乌苏里江 两条边境大江 是北国苍境的笔触 阅读这里 要沿着国境线航行 在中国最北的村庄 找到人生的北 在华夏冬季 所第一个光芒万丈的人 黑龙江源头第一村 穆克勒带你进入童话小镇 一条大江 连起两座城市 七百五十米宽的风景 迎溢跨国 风轻跨江 极致 是丈量大地的刻度 也记录着他们的文明 一条鱼千变万化 一位赫哲族始终不变的信念 最后的驯鹿部落听着陆鸣声长大 是谁创造了冬天的意义 黑龙江的冬季 零下三十摄氏度 炕上小座 华夏一开 雪香仍是暖香 武松以四个月花期 开启一场华丽转变 黑龙江被塑造成一颗冷冻星球 只有速度让它重启 冰雪建装了龙江人的身心 十六次打破世界纪录 一百八十一枚世界级金牌 冠军之城的少年 一次次刷新夺冠纪录 冬天 也是收获的季节 一千五百米的鱼网 装下十万斤大鱼 松花江上的踩冰人 采集了数十万立方米冰块 冰雪王国一年一见 一千变万化的星 俘获天南地北的心 万人蹦迪的激情 汇成寒夜里的热浪 是谁 护劳那中国饭碗 松嫩平原与三江平原 是松花江历经百万年的伟大杰作 龙江熟千夏族 从北大荒到北大仓 我们成长于这片大地的户友 大地脱胎于我们之手 黑龙江 一次次站在时代的潮头 百年前 中东铁路贯穿东北大地 经过最大的机车库 翻越张广彩礼 带着移民与货物 直抵东方小巴黎 今天 他是懂浪漫的耳边 他收起东北人的好风 和热泥香着人情 他的米兰 与他文碑 听他欢速 在红砖绿顶的风情里 不懂百年风韵 再次为人后的精神世界 抚慰你心间 今天的长逃 是铜江中俄铁路大桥 是黑河跨境公路大桥 打开一片天空 就打开更多通往世界的路 大地上 肩负天下责任 胸怀里 装进中国理想 黑龙江 岂止于大